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他中气十足 大声喊叫 请 好 我要在这个洁白的写商上 面对我们高尚的李毅教授 面对贡嘎山 面对我们贡嘎山 不要提我们了 在我们高尚的李毅教授的见证下 在我们白教授的陪帮下 在贡嘎山的见证下 我必须大胆的大声的歌颂爱情 在我看来爱情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明知不可危 你明知 你怎么就跑了你 你明明知道会被这个撞着投火血流 你依旧控制不住你去爱对方的 这个就叫做情不知所喜 一往而生 嗯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喜欢徐志摩的一首诗 叫那个叫 人的一生总要有那么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那么我想此刻 我遇到了这个贡嘎雪山 那边那边 贡嘎雪山在那边 我已经感觉到 我遇到了美丽的爱情了 我这个精神的美丽的爱情的向往就是 他找到一个将我葬身在这个贡嘎雪山的人 啊 最后一句咋说的 找到一个把你葬身到贡嘎雪山的人 我对爱情的最美的期待 就是他找到一个将我葬身在这个贡嘎雪山的人 这咋有点不对 这个就是我的美丽的爱情 啥叫葬身子 这有点不自信 哈哈哈哈 他没说完 没说完 爱情就是一张悲剧 必得一死苏白兔 哦 你等会等会 你说完了没 说完了 嗨 这个大家看 雪山是好事啊 现在我们是3600到4200之间 高反是更好的事情啊 我相信他在海拔100米500米1000米的时候 对爱情的认识是很很平淡的 一上到三四千以后 马上就不一样了 好的 七八千还更不一样 你到底完了没有 我说了 我说了 你别走别走 现在我们请58年的 我们白剑刚著名记者 白剑刚著名老总 对他这一段话 声发出来的话 发表另一番告白 白总请 公告雪山之神保佑他 今天的告白一定能成功 绝不能说他冒着什么险 没有没有 你刚才不是说面条的什么油的什么 这段美好的爱情的告白一定是有结果的 我们整个自然遗产的调查形成就如同那一碗非常好的面条里面的香油 没有这个香油那个面就没有味道 是不是要这么说 你再说一遍 你刚说啥 那个面条里面的香油 爱情是面条里的香油 他的告白是我们整个旅程当中 就相当于面条里边的香油 没有那个 这碗面条就不香 面条是啥 是人生吗 吃的吗 你忘了你陕西人 不是 我就没明白 爱情是香油 那面条是啥吗 人生 面条是人生 对 爱情是香油 那完整 就说没有香油也吃了 有香油就吃着香 没有香油那碗面没味道 没有爱情这个人生也是 你听我给你讲一段爱情 可以了我旁边听 你也听一下 我旁边听 你别在这别走 我也讲一段 我是这个本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那出了一批作假 什么贾平蛙呀 陈忠实啊 谁谁都跑到我们班上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沈宁啊 沈宁还不算 沈宁在底下听呢 哎呀 贡甲雪山快要出来了 我讲两句我们马上拍贡甲雪山 然后陈忠实特别有意思 现在陈忠实不得了啊 写了白鲁元全国作协副主席 当时陈忠实地位是最低的 人家早都像贾平蛙都写了聊斋了 他啥也弄不出来 然后我给你说一段 这对你爱情是最好的 然后陈忠实当时就说 他说我现在名气不行了 他不行了 陈忠实说我就使劲看世界名著看电影 他说我看的最好的电影 就是远山的呼唤 你没看过 看过 远山的呼唤 远山的呼唤 不是阿野麦岭 我说错了 阿野麦岭 阿野麦岭是日本的写纺织女工的 悲惨的最悲惨的 最悲惨的是旺襄 写日本给他们东南亚出口了几百个妓女 那叫旺襄 第二惨的就叫阿野麦岭 阿野麦岭里面很惨很惨的那些人 然后这个陈忠实就说 他认为那里面最好的一个镜头 就是百元女工 两个百元女工回乡了 这两个百元女工是受尽欺凌 受尽侮辱 受尽折磨 但是成了百元女工 大家都认为他活得很好 大家都觉得好 他就听见别人说他好 他回来就赶快就保在一个地方去擦眼泪 陈忠实就说 说这是我看到的人间最美的电影文学艺术 下面陈忠华 陈忠实这句话特别说的好 陈忠实是个陕西人嘛 他说 拍桌子 陈忠实说 把桌子一拍 我都看你们这些熟人 你们连这都不看 你们都细缓啥嘛 难道你们都成天想看我大北京狗子吗 他听不懂 大家知道 这最好事 听不懂的人最好 我最后 我前两天跟他在一块还吃饭做了个节目 就是他讲爱情 我跟他讲 我说百度上面的爱情有三四十种定义 我劝大家都不能讲爱情了 因为你还不知道你讲百度哪一种 好了 现在贡嘎雪山出现了 快快快 好 大家看 这就是贡嘎雪山和冰山 但是贡嘎雪山的主风现在 还是被烟雾缭绕 7500米贡嘎雪山 大家看 他是直上直下的 直上直下的 但是主风现在还是挡住了 那么贡嘎雪山 目前我们先拍到这里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